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高速动车组的转向架 前工首席技师郭瑞正在这个庞然大物上 解决微米级超高装配精度的技术难题 转向架就相当于高速动车组的腿和脚 属于核心部件 是即驱动 船动 承载 还有缓冲减震 以及制动等于一身的一个部件 也就相当于我们汽车的底盘 它既是行走部分 也是驱动部分 不仅承载着列车的整车重量 还承载着列车的牵引以及制动 更承载着所有里克的生命安全 从时速200公里到350公里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 从城际列车到遍布国内外的 城轨地铁列车 经郭瑞和他的团队之手 装配出的高速列车超过2200列 累计安全运行达50亿公里 正因为郭瑞极精湛技艺 和创新思维于一身 2020年 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那么郭瑞是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 成长为技能专家的呢 1977年 郭瑞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 他的祖母是装配蒸汽机车的车工 父亲是内燃机车制造一线的一名前工 儿时的郭瑞经常看到父亲 像变系法一样地制作各种物品 这让他对手工制作技术非常着迷 总想尝试一下 9岁那年 郭瑞抓住了一个机会 当时呢 好多人呢都找我父亲用白铁打一些铁盆 或者是铁桶 我经常呢在父亲旁边呢 然后一边学一边看 有一天呢 父亲把料下完之后呢 就出去办事了 等父亲回到家以后呢 发现料找不到了 然后仔细一找呢 发现墙根里放了一个铁桶 后来父亲呢就认为 哎呀你坐这个小桶坐得还挺好 简直不敢相信 从小就有着过人动手能力的郭瑞 1994年初中毕业后 进入四方机车车辆厂技工学校 学习内燃机车前工 入学之初 郭瑞虽然动手能力很强 但他的理论课成绩并不突出 老师教授的操作要领也没有完全吃透 不到一年 他和班上几个同学的技能水平产生了差距 技巧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呢 我们每次会考完之后 我们班主任老师呢 都会当场呢去公布成绩 然后表扬我们排在前几名的一些同学 并把他们做的好的零部件呢 然后与同学们一块呢 进行展示和观摩 我当时呢也非常羡慕他们 但是心里呢也很不是滋味 当时呢就下定决心 只要我认真干 肯定会超过他们 这个经历不仅让郭瑞明白了 夜惊于琴 荒于稀 而且还让他明确了自己的努力方向 那就是对每一个课题的作品 都要精雕细刻 期末考试呢 要求制作一个毛锤 锤子呢是前肩后方 并且呢对每处的圆弧角度 还有倒角以及孔的尺寸 同时呢对行为公差呢 都有严格的一些技术要求 最后呢还需要呢进行一个催火 整个过程呢 全部由我们前工手工来加工 我当时呢就要求自己 必须呢要精雕细刻 做出一个精品 并且以后啊在每一个产品 和一个零件的工作当中呢 也必须干精品 在经过严格的测量后 授课老师们惊讶地发现 郭瑞制作的毛锤 竟然和图纸上的规格一点不差 操作技能水平完全不像 出自一年级学生之手 经过近三年的学习和历练 1997年郭瑞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被分配到四方机车厂 业力传动分场 成为了家里的第三代铁路工人 当时我心里呢非常高兴 第一时间呢就跑回家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 和爷爷奶奶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们当时呢就嘱咐我 一定要把工作先干好 不能给老郭家丢人 我心里想一定要做一名 比父亲还优秀的前工 进场后 郭瑞先后被安排负责 机车零件的打磨和组装等工作 组装工作看似简单 却是对精度的要求极其严格 郭瑞经常下班后 在厂房里与精度较劲到深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0年 郭瑞在四方机车厂 轻功技能大赛中获得冠军 成为了厂里最年轻的助力技师 那么接下来 郭瑞又会有哪些 攻坚克难的经历呢 2004年 国家确立了引进先进技术 联合设计生产 打造中国品牌的基本方针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 开启了高速动车组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 郭瑞被调入吉红滩新厂区工作 负责高速动车组转向架的 试验组装工作 接到这个任务 我很兴奋 因为我成为了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 但也同时深感责任重大 以前的火车是火车跑得快 全凭车头戴 现在的高速动车组列车 采用了分散动力型 中间的车厢也有动力 要知道 我们高铁转向架上的零部件 有上千个 装配尺寸数据有上万条 装配的精度都是以微米计算 所以说我们每天的战场 就在这微米之间 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 挑战也是极大的 面对这场转向架领域的攻坚战 郭瑞一边学习一边分析 不停地进行装配论证实验 警察月的零件 部件等图纸和资料 堆积起来就有两米高 工作笔记约十万字 在一次试验测试中 细心的郭瑞在制动系统中 发现了异常现象 制动系统就像 相当于我们平常说的刹车系统 制动夹钳就是高铁转向架 制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件 这个就是制动夹钳 它主要包括油缸 油管和炸片等组成 这里边的油呢 作用就相当于汽车的刹车油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排油和排气试验 目的是保证油液不会掺杂空气 否则会影响到高速列车的制动效果 在一次工作交流的过程中 听同事们说 在排油和排气的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漏油的现象 虽然漏油造成的浪费属于合理范畴 但郭瑞觉得可惜 而且漏油还会对场地造成污染 甚至存在滑倒商人的安全隐患 于是郭瑞决定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难题 我发现原来的工装结构不合理 锁紧和密封功能较差 才导致制动夹前在排油排气时产生漏油 于是我设计了一套整体式的排油排气工装 它既能当扳手打开和关闭油嘴 又能起到锁紧和密封的作用 同时还可以快速切换 不同制动夹前进行实验 这样就可以彻底解决 实验过程中漏油的现象 郭瑞设计的转向架制动夹前 不仅使高速动车组转向架的 试验测试更加快捷 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更是杜绝了员工操作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正是在郭瑞精湛技艺和创新思维的引领下 他和团队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从零基础学习 到掌握转向架装配的全部技术 再到可以独立装配出合格的转向架 最终攻克了高速动车组组装的 多项操作难题和技术壁垒 将转向架装配效率 由原来的日产4辆提升至日产16辆 有力保障了我国首批动车组上线 当时首批动车组上线的时候 我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回想起攻坚克难的这段时间里 可以说是争分多秒 基本上是回不去家 一方面感谢团队的所有人 另一方面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的妻子 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理解 家里的大事小事 都需要他一个人去操持 他却从来没有和我抱怨过 我才能把精力全身心地 放在工作上面 在这场对转向架的攻坚战中 郭瑞也逐步成长为 转向架装配方面的专家 2012年 以郭瑞名字命名的 技能大师工作室正式成立 工作室将前工 焊接 加工 维修 四个专业组的技能人才 集聚在一起 在协同攻关和创新方面 可以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高速动车组转向架 大批量制造后 原有的装配效率 跟不上进度需求 为破解这一难题 我和工作室的技能团队 结合不同车型转向架的 装配工艺 开拓性地建立了模块化 标准化的装配工艺体系 正当郭瑞带领工作室技能团队 在高速动车组转向架领域 不断钻研开拓时 一个更大的挑战 正悄然来到他们的面前 2014年 一项世界瞩目的工程 中国设计 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复兴号动车组 进入研制的重要阶段 郭瑞和他的技能团队 承担了转向架的装配工作 与核协号动车组相比 复兴号的转向架 采用了全新的分体式轴向设计 转向架的轴向内孔差 必须控制在0.04毫米之内 我们所要面对的 正是这样一个超高装配精度的 技术难题 复兴号设计运营速度 为时速350公里 试验速度可达400公里级以上 速度的提升对振动频率 振动载荷 路况条件等 要求更为苛刻 转向架的装配质量 成为复兴号动车组 自主研发的关键难题 2015年 复兴号动车组首列样车 进入试制阶段 在试制初期 郭瑞团队就为解决超高装配精度 做好了规划 影响装配精度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环境因素 在高精密零部件装配过程中 温度平均每升高或降低1摄氏度 零件都会发生2微米的变化 我们称之为热膨胀性 另外我们对湿度也有严格的要求 要避免湿度过大 对零件造成嗅使 所以我们的精密装配 要在24小时恒温的厂房内进行 解决了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后 郭瑞团队开始从影响装配精度的 螺栓紧固方法入手 然而 与此直接相关的螺栓有6个 紧固次序不同 装配出的精度也会有细微的差别 而即便是微米级的差别 都会对转向架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可是6个螺栓的紧固次序 可以出现720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要找到最科学 最准确的装配方法 简直就像破译密码 郭瑞和他的团队 又将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 我们先是按照正常的装配工艺 进行筛选 就是用我们常用的紧固螺栓的方法 去排除一些选项 比如说对4个螺栓 这种情况呢 我们是采用对角紧固的方法 如果是乘组多个螺栓的紧固呢 我们是先紧中间 然后呢 再依次进行对角的紧固方法 就是对常时类的一些装配方法呢 先进行一些筛选和优化 去排除那些不可能的组合方案 依据长期的工作经验和不断的筛选优化 郭瑞带领团队首先确定了90种装配方案 随后他们又从中先挑选出30种 用批量装配并对比合格率的方法进行初试筛选 每种方法我们装配10个零件 一遍遍记录总结 一次次承受即将成功 却又因差之好礼 而不得不放弃的心理落差 调试的过程充满着未知与不确定性 这让郭瑞忐忑不安 心理压力很大 但他始终坚信 成功就在眼前 比如五个人同时作业 只有四个人装配的轴箱是合格的 还有一个人存在偏差 这时的成功率就达到了80% 首先我们就确定了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那我们就从一些细节上 比如说每个螺栓的预警力的大小和力度 是否均匀等方面去查找问题 按照手法好的技师的操作标准 把细节全部规范 这时合格率就会达到90%以上 但后面偶尔还会出现一些不合格品 我们再进行分解 研究 再找问题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试验验证及调试后 郭瑞团队最终实现了 轴箱内孔共差小于0.04毫米的装配工艺标准 这一工艺被写进了郭瑞团队编制的 复兴号转向架组装的220份作业要领书中 称为生产一线的权威指导 为复兴号转向架的高品质装配 打造一道精密度极高的铜墙铁地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 13种型号 25种转向架装配的每道工序 都已深深硬刻在他的脑海里 郭瑞也从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首席制造师 成为了中国中车首席技能专家 近年来 郭瑞带领工作室高技能人才 共同完成公关课题545项 解决现场棘手技术难题650余项 编制作业要领书1162份 获得国家授权专利67项 不仅给公司创造效益6000多万元 而且为动车组 及乘轨地铁产品质量提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而在郭瑞的心中 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 现在我们中国高铁的最高运营时速 是350公里每小时 截至目前 我们中车四方股份公司 研制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缚列车 已经顺利下线 我希望自己还能尽一份力量 让人们能够乘坐上更舒适 更安全 更快捷的高速列车 这是我们一家三代人的心愿 也是我们所有铁路人的心愿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